大家好 歡迎來到AM Broadcast 之前也說了一些他們的經歷 其實阿卡比拉算是少眾 例如我們自己有AM也是 即是拍攝手法 珠儀儀儀等 其實都是想打一個訊息出來 其實你是想打些什麼給澳門人 或者其他地方的人 其實阿卡比拉在澳門 都真的不是很多人認識 我就期望 希望我們團可以 首先可以推廣多這件事 多些人認識阿卡比拉 從而可能有些人喜歡聽多了 甚至乎加入我們阿卡比拉一起玩 多些人一起踏入歌 甚至乎我希望最簡單就是 用阿卡比拉 令到聽阿卡比拉的人可以開心 聽完之後覺得很歡樂 那天心情非常之好 我覺得已經是很成功 即是不容易 其實夾班那些就說 你們要堅持下去也不容易 即是八年過去 那你有什麼想跟大家說一下 你講到夾班那樣 其實都有點像夾班那樣的 即是你在裡面一份子的話 其實每一個人擔當都一個不同的角色 是非常之重要的角色 其實我自己在團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得 有一個機會給我去 喜歡我自己喜歡的興趣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入社區 推廣多些這個文化 就是希望給一些 對這個有興趣的人 他有一個平台去認識更多 包括像我自己那樣 我完全完全不懂的 接著因為Henry 即是那時候 我拉了過來試一下 唱一下唱一下 唱一下歌 怎知道一次之後 我就喜歡了 是的 接著一直到現在 那我相信是澳門 可能很多很潛在 一些有音樂底子的朋友 他可能自己 真的三五成群這樣 可能真的有機會 自己做一些團出來 試一下玩 這些是存在無限的可能性的 剛才聽你說的 你的興趣本身都不是Beatbox 你都進來的 試一下Base 那些這樣 其實你有沒有說 不如學一些新的東西玩 或者譬如你看香港台灣 甚至其他地方 有些新的Skills 你會想學一下 那些這樣 絕對會有的 非常之多 我想尤其是Beatbox 現在不斷都已經 跟一些專業的Beatboxer 一些團隊 其實都會有一些contact 有空也會找他們奏 阿京 偷阿斯 希望多放一些不同的元素 在我們的歌上 讓那些歌曲可以更加豐富 其實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 你去Acapella 是不是很難玩的 其實我覺得你那件事 可以說很難 亦都可以是很簡單 沒有任何門檻都可以 我們真的有成員 是沒有任何音樂底子 他真的進來才慢慢學體譜 學歌音樂怎麼唱 但因為他就是夠喜歡這件事 然後他就不停自己練習 將所有東西全部補回 其實我覺得只要你夠喜歡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任何門檻 非常之歡迎任何人交給我們 我覺得我希望找一群 是可以很熱愛這件事的人 然後我們一起做這件事是開心的 你有沒有中間一些小故事 就是當你一新團圓進來 之後開啟到新世界 那些小故事 有的 我們是 我們真的有個成員 他剛剛講過的位置 他本身是寧基礎 入到來 很喜歡這件事 然後也是因為Acapella 認識了他現在的太太 然後是我們見證著和幫他一起去求婚 其實這個團圓都見證著他自己的階段 是見證著他不同的階段 他是有和我們分享過 Acapella改變了他人生很多 也有些觀眾曾經跟我們說過 我們就是聽了你這首歌 令到我充滿了希望 然後他去完成了某些事情 這些你聽到真的很感動 你會發現原來真的可以影響到很多人 你可以帶個訊息給大家 真的讓人聽 對,我覺得是很開心 聽到我們的聲音 對,聽到我們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很棒 因為Acapella不是沒有樂器去掩飾你們 基本上你唱錯或喝錯了 真的馬上聽到 有時候我們聽到一些樂隊 彈錯了一兩天 是沒有所謂的 是呀,是呀 你說起 我們都有很多經驗 想爆些 你想爆些什麼 就是先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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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超級多的 我們自己都會自己取笑 但是每一次都是一個經驗 是學到東西 就是你不敢試過出錯過 你都不知道 下一次你要確認 這件事一定要有才可以 不要錯 就是學習 一切都是學習 是 我們聽到Acapella 其實是想不到 雖然這個是比較少眾的事情 但中間可能見證了一些朋友 或者是團員的不同階段的轉變 所以喜歡Acapella的人 可以加入他們 或者跟你聊聊也沒有問題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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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